你 你 疫情很嚴重 所以大家乖乖都在家裡面 持續做好居家防疫 再一次 再爭取一下甜品的追擊 他會已經出來了 也能夠幸運 好又年 現在直接從此結束 林靖倫 而且通過終點 全明星運動會第二季狀元 林靖倫屢屠貨大會紀錄 場上表現超亮眼 但場下卻背負著極大壓力 前期是有給自己多大的壓力 是每一項我都要拿第一名 或是就是一定要破紀錄之類的 一開始可能覺得沒關係 上來就是這個節目 幫大家贏就好了 結果後來發現這樣好像不行 這樣好像行不通 到頭來還是會希望自己能夠 拚一點就是讓人家能夠看見 所以 前面層級了這麼久 你就會覺得 哇 剩沒幾集 那我該怎麼辦 我們都一直沒有表現好 不是說 你就是為了讓團隊贏 至少還要有一點表現嘛 所以這時候壓力就會上來 所以那我可能至少還要拿個MVP 這樣子才能夠說 我是有這個實力的 得獎的是 是 進輪 進輪 那麼 我都一直告訴你說 我覺得 打MVP 不是我最終的目標 只是 真正對我來說壓力很大 我就會覺得 我到底值不值得這個 這個狀的這個稱號 好 然後 運動是一種壓力的失望 破了很多紀錄 那有沒有哪一項比賽是 你到現在回想起來 是印象會非常深刻的 就像籤球 因為籤球那時候是已經 對自己的表現成績滿久的 所以那時候就是會希望 讓自己能夠更專注 就覺得說 我一定要在這幾個項目裡面 那個替籃隊就是付出多一點 讓自己成績更好 所以那時候的狀態 就是會呈現一個 現在網友都會說 就是氣瀑布的一個狀態 一 走 就一下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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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不及時了嗎 變身氣瀑布輪 狀元真的不再讓了 只是全能的好身手也有罩門 對 我們已經拿要吐了 被吐一吐 是 我地中還行貧血 那個紅小虎血球的手 所以它的吸氧量就很低 所以比一般人還要容易擠 對 缺氧 我記得第一天練龍舟就吐完了 因為以前大學的時候 練龍舟就是有這個經驗 就是每次課表一抄完就會吐 因為我們都練早上了 所以我早餐就沒什麼吃 可是那天還是有吃了一點點 然後就全部吐光 所以之後每次的訓練 我可能就只喝個Red Bull 或者是變到後來其實也有 自己也有進步 就是有進步到說 雖然還是很累很痛苦 可是至少沒有再痛的這樣子 龍舟那天就是很可惜 就是藍隊還是輸了 然後播出的鏡頭 我們有看到你 你是太氣 所以是有 那個不是對誰 那個就是一種失落跟失望這樣子 其實我們比如說以前 比五百公尺的時候 我們在中途那個是 激勵自己的一種道士 邊罵髒話 然後那是一種 帶一種鬼的 一種帶氣勢的一個概念 那其實那時候 華人其實會覺得很失落 所以那是一種對自己的一個 一個抒發 然後那是一種 不是所謂的輸不起或什麼 要再更努力一點 那天是覺得自己表現不夠好嗎 對 就是可能說 我覺得還有調整空間或怎麼樣 我覺得花這麼多時間 就自己可能沒有帶你的很好 所以就是 可能就要真要講就是罵自己 從小就是田徑隊的林靜倫 科班出身 對自己要求比別人還要高 就是希望能在重要時刻 幫助藍隊取勝 林靜倫最重要 林靜倫最重要 最後抵達 終點 兩天起座龍尺抵達終點 來自逆轉 游泳池上面 就是你逆轉的那個瞬間 對 你游泳是算 本來在學校之後 滿厲害的嗎 小學本來就也有學游泳 家人都把它丟到游泳池裡面 然後就學了這樣子 然後是國中高中 也都可能有游泳課這樣子 然後是一直到大學 大學的游泳課就比較專精 就開始 而且身邊也有一些 以前是游泳隊的同學 就開始去 想讓自己變得更強 對 所以那時候是在大學的時候 開始專精 譬如說像碟四 就是在大學的時候學的 碟四好像還沒有在節目中 展現出來對不對 對 因為碟四 第一個它真的很困難 所以它不是你一兩天 就可以學會的一個項目 所以其實基本上 這個項目要比 而且又有中的比 應該是有不贏的 對啊 你剛才講到那個碟四 我覺得觀眾會很有興趣 因為其實第一季沒有比這個項目 因為這項目太難了 對 就是其實第二季滿想看 你跟周宇天PK的 一定是被他 一定是被他虐 對啊 一定是被他虐 我覺得沒有辦法 節目還有一個非常有看頭的部分 就是你跟曹宥寧之間的競爭 就是大家都會打得撞人跟榜煙 來 對了林靖倫 對上的是紅隊的曹宥寧 加油 哇 對 決戰很好看 剛進來的時候 就知道宥寧是以前是國頌 我就想要知道 我跟他的差距 因為他的身體素質 我覺得現在比較應該是 我們男後男人最強的 對 其實應該是我用自己 就是不管是爆發力 或是耐力也好 那只是說 因為他是棒球專精 那跟我比較不太一樣 所以我想知道他 如果從林開始學習 他的能力會到哪裡 因為我跟他的差距就是 我的技術贏他 但是我的可能 身體素質沒有辦法用 所以如果他這些技術都拉起來 其實應該會 數據應該很可怕 那這時候就是會好看 一點就是我們之間的 一個切磋這樣子 對 他用他的身體素質 來跟我幹 就是一樣的 譬如說有時候你們會對上 馬上上市那個跨欄 你那時候在想什麼 沒有 因為其實我們兩邊 都給自己的一個概念就是 我們不會 他也不想輸給我們 我也不想輸給他 那我們在場上就是 對自己的自信就會拉一張 因為我對我跨欄 自己也是滿有自信的 我想這個項目 我會飛得要哪下 不管你跑快不快 我覺得我不會輸給你 好比賽 好有的 所以那時候起跑的時候 看到自己落後的時候 我真的是想說 不行 我每一個跨就是很專心 跨我每一個來 然後壓過去 壓過去 壓過去 這樣 對 然後慢慢就追上 跨欄 大家 大家請進 好用你 現在機械從此節奏 我現在通過終點 我覺得你參加那個第二季 帶來一個很大的改變 就是因為你畢竟是科班出身的 那個選手 然後在一些比較 台灣人比較少關注的項目 譬如說千球 鐵餅之類 你就是表現出來真的會 就是你在比的時候 會讓大家覺得說 哇 原來這個比賽是 這麼好看的 因為你的姿勢什麼都很標準 謝謝 這也是我當初加入節目的一個 初衷 一個想法 就是我希望可以透過我們的能力 然後就是讓 希望可以讓大家更瞭解運動 這件事 讓大家知道其實 就是怎麼操作 因為其實大家如果沒有特別看這個節目 可能不會特別去查千球的比賽 或是去看鐵餅的比賽 或是去看標槍的比賽 那或是真的有在看這些比賽的人 我希望他們看到我們在賽場上 也可以展現出一樣的一個專業選手 因為我自己看節目的時候 我就會希望我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畫面 排球為例 排球很簡單 它的規則就是三次接觸之後 到對方不能落地 球不落地就得分 它規則很簡單 可是要怎麼打 打起來是怎麼樣 所以你看國際比賽或是看比賽 都是會有接一顆舉球在攻擊 對 可是如果大家如果真的都不會打 那這些東西就會做不出來 就是可能會大家看到 就是把球接起來打過去 打球接起來打過去 其實如果 你常常在看排球比賽 你就會覺得好無聊 覺得他們到底在幹嘛 沒有在做一傳二傳 沒有在舉球 沒有在攻擊啊 排球打起來 真的想要呈現給大家的是怎樣 那當然如果大家 就是在能力還辦不到的情況下 當然可能會失誤 因為偏高 有可能會輸 可是我覺得 我是可以接受這樣的一個結果 就是至少我覺得 我們在賽訪比賽 我覺得是有組織的 這球跳起來殺斜線 跟龍靈做的這個殺球 那非常有策略 殺了一個斜線 然後人家措手不及 透過自己的能力 林靖倫要把各種運動賽事 推廣給更多人 不過身為演員的他 除了現在的選手身分 之後也想挑戰更多角色 我一直都很想嘗試 動作演員 那問題現在就是 都沒有被邀約到 粉絲有一個很可愛的留言 他們說想看你跟何浩成 演BLG 有啊 有啊 其實一直都有這個想 那其實公司之前也有幫我推一些 BLG 但可惜沒上課 所以 全明星運動會裡面要選一個 演BLG的話 我覺得大正蠻喜歡敲碗 就是輪而出去的 那其實 曹宥妮好像也做 曹宥妮之前其實有跟王柏傑 有演過 然後有一段就是超熱吻的那一種 是喔 如果像那種尺度 你是可以接受的嗎 我可能要考慮一下 哈哈哈哈 這個就是叫做俄羅斯轉體 它其實是練我們左右抗全轉的歌 然後像這個就是翻船指示 練我們上下腹肌的一個 肌力這樣子 唉 那平板就比較無聊 所以可能會讓平板做一點 別的變化 像是比如說 我可能做旋轉 上邊的 或是左邊做旋轉 上來 讓自己可以做變化 爬身 練自己的心臂 哇 來 疫情很嚴重 所以大家乖乖都在家裡面 自己做好居家防疫 YA OK 停止 加油 還有兩下 還有一下 好休息 好休息 啊 OK GO 就算現在沒有比賽 還是要快快做居家訓練喔 居家練鐵餅啊 陪你等一會兒 陪你一起唱完 我們愛的歌 完全一輪 完全一輪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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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